3月2号王杰的新歌加金玄机将正式和歌迷见面 而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三首新歌 七首翻唱歌曲之外 王杰还重新诠释了他过去唱红的经典歌曲十首 而重新唱起这多年前的旧歌 王杰说他可是费了一番功夫 唱这个专辑的时候 其实我每天都在刻意把自己的嗓子喊得很哑的时候 才进录音室去唱 我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赌注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应该是用比较成熟一点的声音 不再像是以前那种很高很尖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胆的一个尝试 而出道16年唱红无数的歌曲 也有600多张白金唱片的总销量记录 因此今天唱片公司特别颁证的钻石唱片 肯定王杰的成绩 不过王杰不以此为傲 反而思维压力并且试图转型突破遗忘 尤其今年他正好40岁 是人生第一个阶段的开始 其实我自己王杰要给我自己三个阶段 我这次是我的第二个阶段的王杰 虽然以前很多人都说我是浪子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这次回来就比较 希望用一个比较成熟的王杰 能够面对大家 希望我可以到欧洲去 骑个摩托车把头发理得光光的 去到哪里睡到哪里 然后到处写歌 写到回来一年后 到那个时候45岁的王杰 就变第三个阶段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虽然毫不保留年龄 但是在王杰的脸上 却也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我要澄清 首先我绝对没有动过手术 我没有错过任何的一个手脚 在我的身体上面 我可能是因为以前我真的太瘦了 现在胖了一倍的体重 回复一倍的体重 所以现在可能看起来 稍稍好一点点 就让你们顺眼了一点点 而歌迷所期待的演唱会 王杰也宣布将在3月21号晚上7点 在市政府亲职馆举行 而门票所得将捐赠慈善机构 亚维华黎君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